大家好,我是肖明 今天是2021年7月8号 那今天呢,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我对董经纬这件事情调查的一些发现 最主要的发现呢,是 从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上综合的信息来看 中国非常有可能并没有派代表和官员 参加上海金河国安部长会议 所以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报道是不实的 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 那另外呢,我了解到就是最初爆出这条新闻的 红州这家媒体的记者 在最近,在不久的将来 还会进一步爆出董经纬带出的国内的消息 我再声明一遍就是 我并没有独立核实董经纬是否在美国的途径 所以呢,我对董经纬这件事情的真假 无法下定论 但是呢,我对目前公开的信息做了一个梳理 发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点 那在这个之后呢 我就更倾向于认为 董经纬现在并不在中国 另外呢,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了解到的美国的不同情报机构的不同的运作方式 以及这一点和董经纬事件的可能的关系 首先分享一下我的发现 就是大家可能还记得中共那边给出的 就是对董经纬这件事情最有力的反驳 就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条新闻 应该是在6月24号播出的 他是说在6月24号的时候 上海经合组织国家安全部长会议 这个中国的国安部副部长赵克志 是通过视频参加了并讲了话 而且呢,就是出现了董经纬在这个会议现场翻看资料的一两秒钟的镜头 这就是中共那边给出的最大的显示 董经纬现在还在国内一切正常的证据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首先,就是上海经合组织的网站上 对于这个会议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那个网站一共它是有三种语言 中文、俄文和英文 这三种语言之下都没有对这条新闻的任何的报道 而关于上海经合组织的开的其他的会 那一段时间开的其他的会是有很多的报道的 今年是上海经合组织成立20周年 所以它在中国呢是专门开了一个庆祝大会 所以就是说连上那条消息 还有其他他们在中国和别的地方最近开会的消息 也有很多报道 比如说什么妇女论坛呀都有报道 并且配上图片 但是这个国安部长会议的重要会议 在上海经合组织的网站上是一点踪影也不见 而且上海经合组织往年开的这个国安部长大会 在他的网站上都有报道 就是唯独今年的没有报道 所以呢,我当时看到这个情况 我就觉得比较奇怪 然后呢,我就在网上去用英文搜索 上海经合组织国家安全部长会议第16次会议 结果呢,还真的是搜出来不少结果 有各种各样的媒体报的 有印度媒体报的,巴金斯坦媒体报的 阿富汗媒体报的,还有什么俄国媒体报的 所有这些报道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说这个上海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是飞到这个塔吉克斯坦的首都 就是雅虎在印度的那个网站上 他的报道最后还加了一句 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 那么,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中国它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了会议 但是呢,在这些报道里面都没有提 而只是提了现场开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呢,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你看看他的报道 那些媒体报道里呢,对于这次会议是报的很详细的 就包括不仅提到了哪些国家参加了 也提到了他们就哪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达成了什么样的共识 最后还出了一份联合公报 如果中国是视频参加 他们应该照常理,他们应该提及的 因为中国它一定也是参加了讨论的 就像CCTV的那篇报道一样 它是说赵克志视频参加会议 并且做了重要发言 所以他们的报道应该报中国参加了讨论 那联合公报里面呢,也应该有中国的名字 要知道中国可是这个组织的创始成员 这个组织的名字都是以上海命名的,是吧 所以中国应该是一个老大的地位 但是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提到中国 那这个所谓的发出的会议在最后达成的联合公报呢 我是在哪都找不到 在上海经合组织的官方的网站就更是没有 因为它连这次会议的报道都没有 所以大家不觉得这就比较奇怪了,是吗 中国到底是有没有参加这个会呢 哪怕是视频参加了,有没有可能呢 如果有,为什么所有的报道没有一个字提到了中国呢 而且雅虎的这个印度新闻还专门说 中国没有参加会议 我为了百分之百的确认这一点呢 我就给报道这个会议的 今日印度,这是一家媒体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就问这个会议有没有视频参加的部分 如果有,中国有没有参加 我是昨天早上给他们 我是昨天,今天早上给他们发的email 那当时是他们的晚上嘛 所以到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这些外国媒体 他发布的 关于这次会议的照片和中国媒体 中央电视台发出来的照片是很不一样的 所有的外国媒体发出来的照片都是一致的 就是这些人 坐在一个像这个hotel的 就是一个酒店的ballroom的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和cctv发出来的那个报道的照片就相差很大 那个cctv发出来的截图里面呢 这些与会者他是坐在一个身后是蓝色的一面墙 或者是一个蓝色的大屏幕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蓝色的墙或者大屏幕上 还用不同的语种 不同的语言写上了这个 上海经合组织的名字和会议的日期 所以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就和海外所有其他媒体对这个会议的报道 所出示的这个图片就是不一样的 那中央电视台这个背景 它和什么很像呢 其实它是和一个东西很像的 和什么很像呢 就是和去年 大家都用视频连线的方式 开这个国安会议的那个形式是很像的 因为去年是疫情嘛 所以整个上海经合组织国家安全部长会议都是用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的 包括中国 那次会议是由俄国主持的 我看到照片上是两个俄国人坐在一个空屋子里面 然后桌子上摆着电脑 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电脑和各个别的国家进行连线 而中国他那边呢 他的setup是就是 他视频参加的方式就是赵克志董经纬他们 在一条长桌子后面做成一排 那他们这几个人背后呢 是蓝色的背景 上面写着上海经合组织和这个不同语种的名字 也就是说这个去年上海经合组织开会的那个照片 和今年中央电视台报的这个新闻里面 放出来那个视频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最相似的是什么呢 最相似的就是董经纬的样子 他几乎是和那个2020年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那个会议上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样子 只不过是领带的颜色有一点改变 去年的时候他的领带是紫色的 那今年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灰黑色的一个领带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不一样 就比如说那个茶杯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其他摆设也有一些小的差别 但是呢那些摆设是静态的 如果真的是有作假的话 这个就是把那些摆设作假的难度 应该不是太大 而且还有一点比较奇怪 就是今年他们还保持了和去年一样的 非常大的社交距离 这个如果单独看的话 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和其他六月份在中国举办的 上海经合组织的活动相比呢 就显得非常扎眼 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 因为今年是他的成立20周年嘛 所以在上海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大家 就是他那个网站上的报道 可以看出来就是没有人进行这种社交距离 就是保持一个social distancing 都是人挨人的坐着 还有那个什么妇女论坛也是人挨着人坐着 就是说是不是董经纬他们就是特别的警惕 对这个病毒特别警惕呢 还和去年一样一模一样的保持相同的距离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得出一个结论 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这篇报道 和其他国外报道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国外的国外的报道呢 都是有报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什么时候开的哪里开的 谁参加了都讨论了什么 而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呢缺了好几项 有时间没有地点也没有人物 只说了赵克志视频参加并且讲话 但是没有讲其他的与会者 也没有讲其他人讨论了什么 只讲了赵克志说了什么 大家注意就是CCTV他也没有说 除了赵克志还有谁 比如说董经纬也参加了会议 他只说了赵克志 但是呢给董经纬一个镜头 让你自己就是说你自己去琢磨吧 我认为呢他这个欲目翼 就是要把这个信息搞得越含混越好 越含混给的细节越少就越好 因为细节越多呢露馅的可能就越大 最后一个细节是在这个上海经合组织的网站上 今年的国安部长会议报道没有 但是去年的报道有 不过呢在去年的报道里面 没有那张中国代表排成一排坐在桌子后面的那张照片 只有赵克志一个人在那讲话的一张照片 而再往前推一年就是 2019年的时候上海经合组织开的那个国安部长会议的报道也有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在昨天晚上我开始看这个事情嘛 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看到他那个报道里面是有很多图片的 就是对这几个对就是2019年的那次会议是重点报道的 但是今天我再去看的时候呢就发现就只剩下一张图片了 剩下的图片全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就是说大家现在看到的另外一张 就是董经伟在赵克志后面坐着的这张照片呢 不是上海经合组织的网站上的照片 而是从另外一个网站上拿到的照片 所以上海经合组织上面的那些很多的照片就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所以呢总结上面的一点 我觉得中国他其实是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就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他铁定是没有派人去度上别参加嘛 是吧因为照片板在哪儿 最后的合影里面就没有中国人 那其实就光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很怀疑了 你为什么不派人去参加呢 是吧因为连印度连巴基斯坦这样的观察员身份的国家 都已经派了他们的国家安全顾问去国安部长去参加这个会议了 那最重要的国家成员国中国你怎么不派代表呢 那你说你是怕疫情吗 如果你怕疫情你为什么在上海经合组织在中国开会的时候 人和人做得那么近呢 那如果你不是怕疫情的话 你为什么不参加呢 你是不是怕你的官员有可能会叛逃 或者是泄露什么消息呢 这个大家我觉得就可以自己做一个判断 中国这边的情况我就讲这么多了 下面我再讲一下美国的情况 美国匿名官员出来辟谣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呢我知道首先爆出这条新闻的红州的记者 Jennifer Vallard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报道是正确的 并且呢我听说她还将在这个不久的将来 继续把董经纬带出来的信息 一点一点的报道出来 对于董经纬是否在美国对于两边的报道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独立核实 所以呢我就只能说到这一步了 我主要想说的是 美国不同情报机构的不同的特点 尤其是这个DIA就是国防情报部和其他情报机构的不同 我的信息来源呢是一个在美国军队服役多年的 也是在政治圈里面人脉非常广的一位朋友 他就告诉我说这个美国国防情报部 它是所有应该是美国国防情报局吧 就是它是所有的情报机构里面最不带有政治色彩的地方 因为呢它是直接给作战的军队提供情报的 直接关系到前线战士的生死 所以呢他们的情报是不能带有任何的政治偏见的 就是说也是因为这一点 他们的情报是最受到美国军队的信赖的 美国军队不大采纳 就比如说是CIA FBI他们的情报 而是直接从这个DIA 就是美国情报国防情报局来拿情报 还有就是美国不同军种的这种特种部队 他们的形式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海豹突击队是比较张扬的 而陆军的这个Rangers就很内敛 他们会把自己的头发啊胡须啊修饰的特别干净 做事呢也非常的沉稳而不张扬 就是大家不要小看这种军种的 就不同军种的特种部队的不同的性格的差异 它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东西 而且不同军种的人保持这些传统是带着很大的内心的荣誉感的 所以呢他们会努力自觉的维护它 如果你不这样做 甚至呢就是会被你的那些兄弟们看成是一种背叛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我这位朋友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一位已经退役的陆军Ranger 他续了很长的胡子 然后喝啤酒啊参加派对啊 然后结果就被另外一个Ranger就看到了 就把打仓把它从那个party里面里叫出来了 说你给我把胡子给踢了 那个续胡子的人就说我现在已经退役了 我已经不是Ranger了 你就是我我就要留着 结果那个就是他那个伙伴也不跟他多说 就再说了一遍说你给我把胡子给踢了 直视他的眼睛说你把胡子给踢了 所以呢那个续胡子的人就乖乖的把胡子给踢了 也就是说他们即便退役以后 对自己服役的部队还是有一种忠诚和归属感的 我想这一点在军队里是很重要的 因为上战场嘛 这些人就是你唯一可以信赖的 要生死相托的人 所以忠诚承诺 这种荣誉感在军队里就特别重要 我的这个信息来源还告诉我说 这个DIA里面 因为DIA是军队的嘛 就是这个DIA他把信息放出来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 因为按照惯例呢 美国接收了投诚的官员 他们会什么都不说 守口如瓶 因为要保护这些投诚的人的安全 但是呢 就是DIA这次 美国国防情报局这次 他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 透露给媒体 让媒体爆出来 他们可能就是觉得 董经纬的生命安全是有危险的 所以他们觉得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反而对他是一种保护 这是我那位朋友的一个分析吧 那我还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董经纬带来了 谁是美国情报部门内监的这个情报 那这不是一个震撼性的信息吗 这些情报机构不会在核实之后 在内部进行马上的整肃吗 那我的朋友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他说CIA和这个FBI 他们的习惯呢 是长期的跟踪监视 发现一个人有问题了 长期的跟踪监视 希望这个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 一个人他们可以跟踪几十年 然后把他 就是和他联系的所有人情况 都了解清楚 谁给他提供情报 谁是他的上线 谁是他的老板 然后他跟谁联络 联络网里还有什么人等等 所有这些都了解清楚 最后来一个大的袭击 把他们一网打尽 所以通过这一下子就能够一举成名 也就是因为这个呢 他们不希望打草惊蛇 但是呢 DIA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 他们很实际 就是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他们的变动也比较频繁 不像在CIA和那个FBI里面 一个人可能在那做很久 他们的在军队里变动是很频繁的 过几年就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他们的行动是非常迅速和果断的 现在需要阻止这个人 他们就会马上行动 所以即便是DIA 即便向其他情报机构提供了这些信息 他们其他情报机构的动作 有可能也不是那么快 最后再说一点就是 董经纬如果真的投诚了 而且如果他真的首先是和DIA联系的话 那说明一点什么呢 就是董经纬对美国情报机构的了解和他们的运作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他没有选择去CIA和FBI 他选择去DIA 就是因为他知道CIA和FBI里面 已经有很多的中共渗透进去的人了 据董经纬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据传说中的董经纬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心里想投诚的中共的官员 他一定是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 就像当年的王立军夜奔美领馆 结果被克林顿政府又把他给送到中共手里了 这些想投诚的官员绝对不想让这样的事情 再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他们一定是在之前就把各种的路径 投靠的目标都想好了 那么如果董经纬真的是在美国的话 对他最好的保护还真的是 他那里不停地有信息传出来 是这件事情一直保持在公众的视线之内 他的名字也一直保持在公众的视线之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如果有他的新闻出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继续关注 好了今天我的节目就到这了 最后我和大家再说一下我这个会员网站的事情 我的中英文的会员网站呢 都是在zoomingin.tv这个网站上 大家上去以后可以选择中文或者是英文 但是呢现在中文部分还没有建好 所以只能是订阅英文的会员网站的这个内容 每个月是五美金随时取消 那对于中文观众来说呢 因为现在这个会员网站没有做好嘛 所以您可以在我的这个网站上给我捐钱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想帮助我的话 这个网站首页就有一个捐款的链接 您可以选择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不一样的频率和不一样的额度 也可以是一次性捐的 很方便 那我的网站上呢 就是我的会员网站上会有每期节目的视频和音频 还有稿子 然后还有呢是专给会员的这个深度报道 和一些特别的节目 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节目呀 还有呢 就是我会和大家经常的互动 做会员直播等等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那今天我就说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